为了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全岛电动化 海南率先提出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 今天下午 海南首家特斯拉中心正式开业 通过综合性场景创新 以好产品与好服务链接消费者 让消费者家门口就能全方位感受其产品及服务 据了解 特斯拉作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可持续能源公司 业务覆盖电动汽车 太阳能板以及储能设备等 提供了从能源生成存储到运输的整体服务 加会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和普及